那第三个是事先做好的题目 事先做好的题目 那事先做好的题目里面有很多种 就是有选择题是非题 这些题目 那我这边直接 这是我之前 这边是我之前做的内容 当你做好 它的做的方式很简单的 我就不细讲了 那各位可以进到刚刚 当我按Play 当老师按Play的时候 那你的你的那个手机上面就会出现 你的手机上面应该就会出现 应该是这一个吧 就会出现我的老师的题目 那请各位就回答 那你的题目的设计里面是可以设定时间的 就是我每一题在做的时候 我可以设定说这一题有多少时间 那他就会在时间计时完了之后会自动跳下一题 会自动跳下一题 这个是可以打的 这是老师的画面 但是学生手机上面会直接出现这些内容 所以你就可以去依序的去回答 好老师可以试试看回答 现在已经有四个人进来了 直接开始播放题目 那你的手机应该会出现我的题目 那你就可以开始回答 答对答错没关系 各位就试一下 好那因为我的题目有设定那个计时 所以他会 他会自动 我也可以手动去点下一题 那各位有收到你就可以直接回答那个内容 投票小考 投票小考 是你只有一题吗 我现在只有放这一题 我现在是手动play 手动play那我一样可以点下一题 所以大概就可以事先这样把题目做在里面 事先把题目做在里面 显示结果里面应该就可以看到自己的 就是学生考完之后的结果 现在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子 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有需要的老师会要需要要再去研究一下 所以在线上互动的部分 其实后面三个反而是比较就是比较多的部分 然后其他的一般的教学应用在前面这个工具的地方 就是蛮好用的 老师你的最后一题没办法起答案哦 我已经停掉了 原来 对 刚刚那个 那个投票小考的部分 他的主控权在老师这边 所以老师如果把play停掉的话 学生就没有办法回答了 或者他时间到也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这个主控权是在老师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